這一科不是要你了解很深入的學說 也不是要你了解 實務上怎麼講 學理上怎麼講 沒有 他要了解的是制度運作 你掌握住這一科要跟你談的是制度的運作 你要了解法院有什麼組織 然後以及他怎麼樣去運作 都是很什麼 都是很 行事面上的東西 不是比較實質面上 不會像民法 在那邊跟你談權利物關係 在那邊請求權基礎 72719183 在那邊善意受到 不會跟你談 不會像行政處分一樣 跟你在那邊定性合法性救濟 或基本權威現場 他不跟你談這種實體 比較思維性的東西 沒有 都是比較背誦的東西 所以這一科 既然大家來了 你如果覺得就當來 不管你是在校生 或者是 畢業的吧 你用在校生 你也在校生 你也會是嗎 這個抽籤中籤的族群 抽籤還真特別好 那不管如何 如果你是在校生 還滿高興看到你們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也喜歡亂聽課 什麼叫亂聽課 長得像工法的課 我都會去聽 什麼叫長得像工法 大家知道我工法出身 長得像工法了 憲法行政法 我都會去聽 把一些實力累積下來 然後如果你是在校生 二零幾對不對 可以去考主機關吧 可以 所以你就今年報了嗎 我還沒報紙 對 去報一下 去練一下 去把手感寫出來 寫完法準 你會覺得它是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你考一個下來 你心會比較安 你心會比較安 好啦 來 那我們就跟大家做 大概跟大家講說 準備方向 你記得這一科 不跟你談什麼 那些很深論 很理論性的東西 也不跟你談什麼思維性的東西 你從第一件事情來看 它考的就是你了不了解這個組織 你了不了解法運這個組織 以及它制度上怎麼運作 制度上怎麼運作 至於這一科有一些 制度裡面怎麼運作 有一些程序面向運作的問題 它會帶到民事訴訟法 行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 那在這三個訴訟法當中 你不用擔心 它都是一些比較 理論性的東西 比如什麼處分權主義啊 辯論主義啊 這些基本的東西 不會跟你弄得像民宿一樣 我會怕死人 不知道在做什麼 寫到你 我真的是寫到你看不懂我意思 我沒有說誰 我沒有說誰 好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是書籍的部分 書籍的部分 反正這是自家的地方 我就直接推薦沒有關係 直接推薦沒有關係 這本 這自家的東西嘛 對不對 不要懷疑 這新學齡的 江世民老師在新學齡出的這一本 這一本 這個非常推薦 非常推薦 非常推薦 那 你說老師江世民是民宿 民宿我看不懂 來你放心 法主你一定看得懂 民宿那個 會寫民宿 對 嚇死啦 那個大步 我知道我知道 有上下策 好那 如果你真的想考法主的同學 你把這一本 你可以把這一本 這本東西寫得還蠻清楚的 你可以當作是他的參考用書 這推薦給你 推薦給你 好 大概是這樣 這是不是替自家推薦 我自己在看這一本的時候 我覺得 他東西寫得還蠻清楚的 然後另外一個叫呂丁旺 呂丁旺 法院主持法 他也有寫 另外一個是史慶浦 大概這三本 市民宿只有這三本 欸不錯啊 念三本 然後又念這些制度的東西 沒有假說以說 就可以準備一課 而且很好準備 總比那個 那一種書要念幾本 民宿至少50本 你要不要信 透透加起來50本 加上專論 然後念完你不一定還會寫 這是重點 嘿 好啦 那這個大概跟大家這樣做說明 好 那沒有問題 那上課的時候 我會把立件 你立件事你都帶著 法條也帶著 然後 每一次都會再給你一些資料 那你現在打開筆 準備筆記 我上課 不管上任何一課 從公法到司法 從 從程序法到實理法 通通 以筆記為主 以筆記為主 然後 你把法院組織法就先翻開 我們等一下 必要的時候 我會帶你看 法院組織法的相關條文 好來 我們開始 法院組織法 好 那在學法組這一課的時候 大家可以從兩個面向去做學習 第一個是總論 第一個是總論 第二個是個論 我們分成總論和個論 來跟大家做說明 來跟大家做說明 總論的部分 主要跟你談什麼 主要就跟你談 法院的主 跟你做法院組織法的概述 針對法院組織法跟你做概述 跟你做概述 那在這邊 就有很多一些比較理論性的東西 理論性的東西 最常考的先跟大家報告 像什麼 像法院組織的基本原則 還有什麼 訴訟審理的基本原則 一大堆東西 一大堆東西 到時候一個一個跟大家做介紹 那各論的部分呢 各論的部分主要談兩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 第一個跟你談法院的組織 跟你談法院的組織 第二個跟你談法院的人事 跟你談法院的人事 跟你談法院的組織 還有法院的人事 這就是我們法院組織法 約莫來講大的架構 大的架構 大的架構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學總論 我們學總論的時候 我們學總論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你要特別注意一些原理原則的東西 原理原則的東西 總論的部分幾乎都是被送性的 它的重點再跟你講一次 等一下我一個代告訴你 它主要是原理原則的東西 原理原則的東西 它的重點 然後呢 各論的部分 法院裡面有什麼組織 以及它的人事 尤其晚進公佈的那些法官法 法官法 這些東西 它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 好 來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 架構在這裡 那我們先從總論進去 來跟你談法院組織法 法院組織法 第一個 好嗎 從這裡開始 法院組織法 第一個意義 好 在座大家 都年輕 都大學 有些人還在念書 那你還在念書 我請大家特別注意 每一個法律概念 因為我們是記輸法國家 所以針對每一個法律概念 要不然就英文翻譯過來 要不然就德文翻譯過來 所以很難用什麼 萬文生意的方式去了解 如果你念法律的時候 你是用萬文生意的方式去了解的話 用自己對語感去了解這個法律概念 那是一個很危險的操作方式 你用這種方式念 我告訴你 你的法學會有極限 而且到那個極限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沒有辦法突破 你會沒有辦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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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現在開始 既然走進我的教室了 走進我的法學教室了 那我請你特別注意 每一個概念 請你務必掌握住 它的定義 它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掌握住的東西 所以我在整理 在我任何一科的法學教學當中 我非常重視定義這個東西 好來 那法院組織法呢 在定義的了解上面 有狹義 有狹義和廣義的 兩種切入點 兩種切入點 一般而言 每一個學科 在定義一個概念的時候 就狹義的部分 一定是針對這個概念最核心的部分 好去做定義 好去做定義 廣義的部分是以核心為主 再拓展出去 把一些東西包含進來 那我們現在看狹義 狹義的法組 來 狹義的法組 指的是 就是 指的是什麼 這部 法院組織法 來 打開 就是你們法典上這部法院組織法 來 這邊如果你要考收號 我要你背的是 什麼時候制定 什麼時候生效 什麼時候制定 什麼時候生效 來 看到第一條上面 自己看 自己看 把時間給我 法院組織法 什麼時候制定 很難嗎 有吧 給我數字 21年 然後24年 施行 等等等等 來 號碼 全部背起來 21年 10月28 由立法院制定 但是喔 他什麼時候才施行通過 24年7月1號 24年7月1號 他才什麼 他才施行 他才施行 第三個顏色 並且 經歷次修正 並且 經歷次 修正 的 法院組織法 21年10月28日 制定 然後24年7月1日施行 並且經歷次修正的法院組織法 這個法院組織法 就是 狹義的法院組織法 狹義的 好 就是我們這邊所稱的 狹義的法院組織法 好了嗎 這是第一個 狹義的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所稱的狹義的法院組織法 可以嗎 所有的教科書長都跟你這樣講 那萬一 ви這裡 兩處處字